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出比较鸽派的说法 那道琼呢就涨了402点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大涨 也激励了台积电AD涨了3.65% 好了 香港看在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各位看到了什么 各位看到了可能看到了香港重挫吧 看到了大家担心 这次FED到底要升息几码 全市场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都还在担心 即使11月升息三码符合预期 那12月不是也要升两码吗 明年还要再升 而且美国经济可能会衰退不是吗 现在很多公司在裁员 包括美国的公司 不是最近利空一直爆吗 哪一家公司又裁员好几千人 是不是 可是怎么美国都不跌 反而什么在跌 反而美元指数在重挫 我相信这一波很多投资本搞了一头雾水 不是很多利空吗 这一波股市在谈什么 道琼在谈什么 台北股市这几天上来了 可能大家也还蛮怀疑的 可是我在什么时候跟各位说 这一天 为什么这天跟各位说中线翻多 为什么 因为MACD终于 柱状体终于翻养了 来哪一天这天 这天 10月27号 10月27号 然后大家来了 10月31号 大家是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而已 1号来了 我说那只卡位了 24档涨停咯 我们系统说 虚化的股票变多咯 1号 11 1号 10月2号呢 我说行情来了 可是还是没有人相信 因为当天晚上要公布什么 要公布CPI 对不对 要公布升息 要升息 大家想说 晚上要公布升息 1号2号在涨什么 我在我的TikTok上面 特别叮咛 1号2号 让他涨停的这些内支 他不担心晚上要 公布利率吗 利率决赦会议吗 我说他们根本就不担心 当天晚上还记得吧 11月2号晚上 道琼是 重挫500点 他不过是也没跌 对不对 来 又来了 11月3号礼拜四 那一支座驾 这三天虽然只涨这样子 可是一大堆股票涨爆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有82档涨10% 30档涨到15% 有15档涨到20% 有一档 全市场唯一一档涨 当时三天涨超过30% 就雷虎 待会我会跟各位说 雷虎什么时候 跟我们家族成员分享 重点来了 礼拜天晚上大事的话 礼拜五 道琼涨了400点 美元重扁了当天 但是扁了1.9% 你很多投资没有 想说美元在升值利率又高 那怎么不赶快把台币换成美金 去存在美元定存呢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可是上个礼拜我怎么说的 我说央行总裁都说 小心啊 赚的利差可能损失会差 我说连央行总裁都说了 你现在这个地方 你才决定要换美金 会不会太慢了 台币已经贬了14 5%了 稍微回答个2%多 你的利差就不见了 对 现在美元定存是比台币 当然多了2%多嘛 可是如果你是前两天才换的 昨天晚上礼拜五美元一个贬值 贬了1.9% 你本来即使差3% 是没有差到3% 你差3%的利差 现在已经只差1.1了 因为它贬值1.9%呢 所以我常说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低档的时候 一定大家都恐慌 所以在低档的时候 人多是什么 人多的时候是 大家都害怕 低档的时候一定是大家都害怕 那个时候 大家就是人多的地方 高档的时候大家都很乐观 所以高档的时候 那个大家是什么 大家也是人多的地方 所以当大家的想法 你要必须冷静的思考 我常说的 市场的二八法则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不是嘛 我经常在盯盯 你看 这波道琼的低点就在10月13号 公布CPI当时是8.2% 超出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8.1% 结果道琼当天破底 创新低28,660点 当天盘中跌了550点 收盘变长红 所以低点永远是利空 永远记得是利空 绝对不是什么政府护盘 还低档公布什么利多会大涨 抱歉 低档公布利多 只会跌不会涨 低档公布利空才会涨 老师你这样讲真的听不懂 可是股市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看到 道琼低点怎么形成的 公布CPI 8.2% 大跌变大涨 还记不记得 用共同见证的历史 当天道琼长红将近1400点 是道琼有史以来 最长的一根实体红黑棒 是什么情况发生的 是在利空公布下发生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要成为一个股市的赢家 你要一定要冷静的 面对所有的消息 而不是媒体说这个方向 大家都往那个方向看 你一定要跟我一样 冷静的思考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所以这一波 我跟各位说MACD不是上来了吗 但是美元指数的MACD 一直都是负向 这个地方真的要去追美元指数吗 我不是一直讲吗 当MACD负向的时候 KD勾向人家跑 KD勾向人家跑 你不跑你看 长黑美元指数掉下来了 好可怕 那一根上礼拜五的长黑 是跌了1.9% 你前几天换到美元的 哇 马上出现汇兑损失 美元不是很强吗 MACD有没有用 MACD真的很有用 对不对 所以你看道琼 礼拜五又反弹上来了 谈了400多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利空的例子 各位你还记得吧 这天恒生重挫 二十大 中共换了很多对经济不太懂 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当头 所以大家想 糟糕了香港的经济和大陆经济 不要崩盘了吗 那天香港跌了6%多了 利空之后 你看 今天香港又涨 上个礼拜五香港大涨 今天香港又大涨 在利空之下 这里卖掉人不傻眼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一直跟各位说 行情真的来了 从哪里开始 从10月27号 其实11月1号2号 你就来得及 你现在可能会说 老师那我都还没进 他现在来不来得及 我跟各位说 绝对来得及 因为未来还有很大一段空间 你已经省了这一波 将近6000点的跌幅了 现在才谈了一点点而已 你看 10月27号加权指数 有没有 注重MACD注重体翻扬 所以这里你可以不要买 因为注重体是负值 这一段注重体 对 这一段 这一段是不是多头 好 这一段 这一段来 你一定看不出来 消息还很坏 是不是 可是真的上来了 今天大盘又大涨了 对不对 今天大盘涨了197点 陈杰浪也来到2000亿了 好 重点 老师你画这条线什么意思 14300 现在是13200 13000 差了1200点 你认为会来到这里吗 这个什么位置 这里是 9月初 叠下来的第一个低点 然后反弹上来 这个低点 来我们看韩国 大家是不是很想赢韩国 有打棒球的就知道 超想赢韩国的 对不对 来 韩国来到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 9月初的低点 这里 是不是 韩国已经过了 本来是说 我说这个缺口韩国都来了 现在韩国都来这里 有没有看到 韩国都来这里 天哪 我们来这里还差1200点 将近1200点 所以你这里没进场没关系 只要来到这里 你就发了不是吗 韩国都来到那里 我们差韩国1200点 所以 你看韩国 南北韩还在射飞弹 是不是 上个礼拜我怎么跟各位说了 人家南北韩在射飞弹 韩国都在涨 是不是 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头前下了半死 哎呀 中共又打来了 我说差一个台湾海峡 他们要打 不是这么容易的 军队要不要 要搬过来 要搬到沿海来 武器要不要搬过来 这么容易 要不要军队集结 差一个台湾海峡 人家在隔壁 人家在隔壁股市都涨成这样子了 如果在台湾 台湾股市搞不好跌3000点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当时我一直说 台北股市的那个本益比实在是 本益比已经跌到历史低档区了 金融海峡当时3000多点的位置 的本益比 都比现在13000点的位置还要高 差不多 所以老师 很多人说老师应该会跌破1万 可能会跌到8000吧 可是现在在13000 跌破13000的时候 本益比已经跟金融海峡那时候 34000点的时候 差不多了 是不是太离谱 太委屈了啦 OTC更猛啦 从28号 10月28号 从10月28号 MACD翻阳之后 K线连六红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这里不要买 但是MACD翻阳的时候 记得要进场 我是不是跟各位说 每天苦口婆心 但大家都不相信 我在Ttalk每天说 这个地方是低档区 低档区 当然有很多好朋友按赞认同 不认同的也一堆 都说这个地方 我看大概会到1万1吧 1万1再来 10年限 对不对 1万1再来吧 上次疫情跌到8523了 8000多再说吧 大家都还在悲观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经济数据 一定会看来更差 没错 搞不好美国的经济 可能会衰退 对 那利息呢 升息12月还有两次 明年还要升 可能要升到5.1 那股市呢 可是股市总是会领先反应 你看 美国现在大财源 没鬼没跌啊 不是吗 大家返回力度解读 财源之后呢 工资成本不就省了吗 而且当市业率提高了 FED就不会这么硬派了 各有各的说法 反正一体一件事情 总有两面 你要往这个方面解读也可以 你要往那个方面解读也可以 但是我就是看现象 其实这些说明它都会反应的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看MACD很清楚吗 所以MACD这种重要 当然很重要啊 来这些观念跟各位分享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左边是Teleco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8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样看到它是一换了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致Lite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话 每天的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来我喝口水不好意思 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还有点鼻塞 那刚才给各位看 当时我在大世界话说了 大盘三天 很多个朋友已经大涨 可能各位还没看出来 我特别举了一些例子 那我特别提到 其实当时选手上最强的一档 就是8033的雷虎 那雷虎不只是三天涨了三根了 三天涨了30% 就它五天涨了快60%了 那可是老师你雷虎什么时候发现了 来 10月20号这天 一点多 来 三角形启动讯号雷虎 我们只帮各位选一档 对不对 那出现加码讯号 东朔 8033和3272 请问这两档强不强 强不强 强不强 真的很强对不对 上礼拜五 我们跟会员发这档 起有 上礼拜五发了 加码讯号出来了 左边没人 尾盘还没有掌停锁 都买得到 今天直接掌停板了 有没有 瞬间没多久掌停锁起来 上礼拜五发的时候 它还没掌停 你还买得到 今天直接掌停板 这就是我说的 要 要找股票 我说 如果我说我是第二名 真的 没有人有办法第一名 你看 雷虎刚刚各位看到 那种抠讯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要发软体的抠讯 因为我也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他没有什么使用软体的经验 但是发现这个软体实在太厉害了 老师 我就安装一套看看 可是安装了之后 不一定熟悉 但行情又来了 怎么办 所以我不得不赶快提醒你 有些股票出现讯号 我特别提醒你 我们已经够 够什么 够千中选页 千挑万选 但是还是可能 党数可能对你来讲 无党 十党 老师 就不会挑啊 那很简单 就我帮你挑 所以我帮各位 软体会员挑的股票 你就要特别留意啊 你看 是不是十六二十号 雷虎对不对 隔天还有盘下 隔天还有盘下 还开低哦 还开低哦 来 开始来了 二号 三号 一 二 三 三天 四号 已经四根了 一 二 三 四 今天七号 五根了 五天涨五根天 今天完全买不到了 前两天还有开高杀下 开高杀下来 从我们发抠讯 那天收十九块一 收十九块一 隔天还有十九块一以下的价位可以买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天呢 收十九块一 隔天还有十九块以下的价位可以买 来 到今天73.3% 所以我说 最强的股票不是低档 不是底部的 一定是左边没人的 是不是 一定是左边没人的啦 一定是左边没人的 东说也是啊 三二 七二 虽然 这两天 今天没有什么动对不对 那离我们的成本还是远啊 是不是 东说啊 就直接开涨停 爆炸量黑K 我认为这个爆炸量黑K 高点会过 虽然还没过 虽然还没过 我认为会过 各位就看吧 那这些股票 是不是在节目里面 还有我们软体抗讯 包括这档新胜利 新胜利也蛮强的 这里 左边没人 所以最强的股票 基本上就这样 新胜利 真的 嘎空嘎爆了 因为空单80% 券只比80% 来 四号又来了 今天呢 来 4931 老师今天开高走低 来 这是爆炸量 是不是 爆炸量 黑K亮星架行 对 老师 你说亮星架行 高点会过 对 爆炸量之后 量先架行 量比价先行 量是价了先行指标 新大量之后 还会有新高点 所以我认为 新胜利 今天的高点 未来 有九成的机会 是会过的 就跟我们看到了 三二七个东硕一样 所以拉回来 我的看法没变 你还要找买点 因为今天爆炸量还是涨了 而且他空单那么多 低档的买盘都会撑住 因为空单实在太多了 融券实在太多了 看他涨了 大家 就很奇怪 明明是往上的走势 大家就拼命去放空 这也没办法 那今天板卡的族群也很强 立台涨停 对不对 其实我在十一月初就盖牌了 这是哪一档 来 这就立台 十二十八号 这里继续盖 哪一档 十一月一号 还是立台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还有哪一档 今天汉逊是不是很强 板卡都很强 对不对 汉逊来 当时底部我都说爆大量 爆量 我干起来有 因为大臣你不相信我行情 也是十二十八号 同样在十二十八号 板卡的包括立台 包括汉逊 是不是 来 当时跟各位说 系统早就有讯号了 底部爆量 所以我说 你要买底部的股票 除了我们系统有讯号之外 不是指标交叉啦 你要买底部 而且要涨得快 因为底部的股票 不会涨得快 不容易涨得快 但是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爆大量 你看汉逊和立台 第一档要爆大量 有吧 这个量多大呀 这个量多大啊 是不是 这个量要够大 这里才洗得掉啊 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 提过很多次 对不对 第一档要爆巨量 第一档的股票 你要买 可以 但这个地方有压力区 但是一定要爆大量 才能换手的调 立台汉逊都是 系统早就有讯号了 之前在节目里面 也跟各位说过 所以啊 最强的股票都在我们家啦 最强的股票 包括监居啦 这档叫监居呢 所以哦 真的是 一档一档 10月31号的 底部有没有爆大量 是不是 这不要涨哪里去了 来 京剧啊 是不是 京剧啊 就今天耶 今天京剧就冲上去了 今天京剧就冲上去了 来 各位看一下 8358 有没有 又冲上去了 底部爆量就冲上去了 所以来 真的是讲不完啦 第一档当初也盖起来 这次 第一档今天涨停 2009 真的讲不完啦 好多股票 今天涨停了呢 是不是 底部爆大量啊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我说有行情 因为我看到现象了嘛 这就是我常说的 真的 不要看着媒体做股票 看着嘛 看着讯号做股票 那这些观念都在 节目里面分享 各位如果没有办法准时两点收益 来 你一定要做 订阅筹码大师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市场资讯让各位站无不胜 记得 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点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阶段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陈本老师 上阶段跟大家分享 其实从 10月27号 陆陆续续 每天在节目里面不断跟各位分享 大盘要上来了 内置已经进场了 大湖已经开始点火了 普段起场开始了 一直都没有相信 今天稍微有点感觉了 今天因为指数上来了 对不对 指数上来了 好像有点感觉了 其实早在这个地方 在低点的时候 对不对 我刚刚说的 这里MACD助长女翻阳的时候 27号 10月27号就跟各位分享 那真的很低 你可能说 老师那已经谈了300 400点了 还来得及吗 我刚不是说吗 你看南韩 都涨到超过9月份 第一个低点的位置了 对不对 台北股市呢 9月份低点的位置在这里 当天最低点是14397 跟今天大概差快1200点 所以 即使南韩都不涨 未来两个礼拜都不涨 我们要补涨到这个位置 还1000多点 那如果南韩继续涨 是不是 所以我说台股真的是太落后了 空间很大 南韩两边 这飞弹都还在涨 我们还隔一个海峡 大家紧张的办事 这一波真的是 大家自己吓自己 就没信心 可是呢 一直没有人动作 那从10月底 10月31号 然后1号 2号 大股开始点火之后 真的 你有没有觉得 之前很多股票涨一根 就整理好久 现在可以连续涨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 把盘看清楚 现在的盘真的不一样 是不是 你越来越相信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低档爆量大涨的股票 对不对 汉逊立台不是吗 来这档股票 低档有没有爆大量 这两根 好大量对不对 上礼拜五盖牌了 今天来盘下就买 大盘大涨有拉回 赶快买一买 这些股票赶快买一买 这档股票前半年赚4块的股价 股价30块出头 看细抠呢 前半年赚4块多股价30出头 从这里做抠跌在这里 你看 这系统多漂亮 这里卖掉这里做多 所以系统要带回去 当然要带回去嘛 最简单的办法 来 就是把系统带回去 跟我们头部操作 看 四副云家操板系统帮你摆脱什么 人性弱点 看得最清楚 跟着系统 一清二楚 来 你的选择真的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可以看盘的专业投资人 每天会找标股 那很简单 就把自负云家操板系统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帮各位做千挑万选的动作 那如果是上班族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讯息待到 好股票震荡出现好 买点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立即拨打自负专线 成功自负云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施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